中央气象局在今天的上午 针对云林以南台东和澎湖地区 发布大雨和好雨特报 各地三区也会有局部雷震雨发生 请民众外出还是要记得期待雨具 中央气象局在十日上午 以发布大雨特报 主要是在云林以南台东与澎湖地区 其他地区则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另外因水气还是变多的状态 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雷震雨的现象 桃园以北 宜兰地区降雨现象会更加明显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提醒在彰化以南地区 还有台东地区 澎湖地区 都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现象 那也要特别提醒在中午过后 各地都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尤其在各地的山区 到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 估计未来一周天气都以西南风影响为主 迎风面的地区是转到中南部地区 台东地区仍然会有局部性的震雨或雷雨 请在东部地区的民众多加注意 接下来几天同样是以西南风影响为主 那我们到星期二之前都是水气多 然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状态 所以迎风面的下雨现象比较明显 而且雨势会比较大一些 那到了星期三之后降雨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气象局最后也提醒 虽然周山之后降雨缓和 但西南部地区还是会有雷雨 请民众外出记得背驼雨具 另外山区民众也要小心连日降雨 所导致道路摊放落实 记得森的保号台北市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